在茫茫宇宙中,星河无数,地球只是银河系终极其不起眼的一颗行星,平凡至极,但是经过科学家的几个世纪的研究发现,地球或是拥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,地球的年龄有多大? 据地质学家对严层成绩误考察结果显示,至少已有45亿年,具体的时间无人可以肯定,悠悠岁月中到底藏着多少秘密?如今的人类是否已洞察一切?你们有没有想过,或许地球会不会在45亿年前,便拥有极其繁荣的社会文明了? 虽然至今为止,人类历史又七百多万年,但是对于地球这个家园依然不顺了解,种种未解之谜依然存在历史中,曾经德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史学家,提出这样的说法,地球45亿年前的社会文明过远超当今社会,为什么要这样说呢? 此为止学家举了一个鲜明的例子,木乃伊,说到木乃伊,相信很多人都是通过美国的好莱坞大片,初步接触了解的,在影片中,木乃伊一般都是邪恶暗黑的化身,现实社会中,也有木乃伊的本体,是故埃及法老第一体的说法。 可是哪个才是真相呢?至今无人可断定,有医学家曾对一副木乃伊进行解剖研究,发现木乃伊的制作者对人体的血液循环和心脏功能的关系,以及大脑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了解得非常深入,而且制作技巧神乎奇迹,哪怕凭借当今社会最先进的科技,也无法对这种技术进行复制。 因而,一些网友则推断,这种木乃伊制作技术远超越人类的认知,或是45亿年前的技术。 假如这是真的,那么远古时期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? 是学家是否可以挖掘一切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